你劝劝妈妈吧 让妈妈去明天医院检查一下 来一趟中国也不容易 大家好 我丈母娘肚子痛 非要让我给她买药 我跟她说带她去医院 她不去 她说让我给她买点止痛药 然后买点止痛药 我说什么原因你也不查一下 他们这边人就是这个习惯啊 能忍则忍 忍不了买点药 然后实在带不行了 再说去医院 去医院还是去诊所 然后去诊所 诊所不行了 再去大一点的医院 我现在去给我丈母娘去买药 这个药 这个大一就是肚子疼 你是不是给她光肚子疼 你是不是该打虫啊 打虫不知道 不知道 她不是说光肚子疼 就是吃肚药 也可能就是肚子疼冲了 该大冲 她 她经常就是不经常时候 肚子有点疼 这也不知道 啥情况叫她去医院 她不去 那你先喝这个油啊 这个油效果挺好的 行 我们肚子疼冲了 我们肚子疼冲了 给我丈母娘买药回来 我老婆正在给安吉拉拍照呢 又给安吉拉换上衣服 然后又给安吉拉戴上这个假发了 一盒儿药 一盒子疼冲了 四个月 必须要跟她说清楚 要不然他不知道吃几个 他不知道吃几个 吃了不管用就麻烦了 这个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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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让我老婆给他倒点水 我丈母娘在吃药 他什么时候忍不了了 太太说让我去给他买药 刚开始他都不说 提给 哎呦 是不是太热了 哎呦 脱了吧脱了脱了 让妈妈把衣服给你脱了 安吉拉给我丈母娘盖上被子 刚刚安吉拉盖的 我过来的时候 安吉拉给我丈母娘还在盖被子呢 安吉拉的小被子 刚刚开始说的时候 带他去医院给他看一下 他说还点头说可以可以可以 现在就不去了 其实不舒服 哪里痛啊 不舒服啊 抓紧时间去医院是最好的 不能只靠这个止痛药 对不对 要查明原因 他不去 哎呀这也是 但是我丈母娘以前在那边都是都是这样子 他说好一点了吃过药之后 现在差不多吃过药已经半个小时了 他说好一点了 但是还是痛 不去医院 他们那边的人我也是服了 我丈母娘说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刚开始痛的时候那表情哎呀太严肃了 我老婆跟我一说我都跟他说去医院怎么怎么样 他说先让我去药店买点药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药管不管用 十块钱买回来一盒买回来之后 他就吃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他说轻一点 现在差不多有40多分钟 他说基本上大概已经是全部好了 稍微有一点点痛 这一点点痛 也不知道是多少 这个药的效果挺好的 我丈母娘好了 不痛了 现在我们出去玩呢 在我们家这个附近转一转 还感激了 我老婆抱着他 我丈母娘说走我们出去 出去去超市 看一看我老婆说 那个锅不好 再买个锅 再买个做饭的锅 行了不要抱了 走走走走 爸爸抱着好不好 不让我抱 只让我老婆抱 让她走她不走 我丈母娘已经完全好了 安吉拉自己推个车过来了 在那边我们都过来在前面走着 让安吉拉不让我们走 让我们等一下等一下 结果她推个车跑过来了 走走走往前走 哎呀自己推车 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车 这个不能要 啊这个鞋子太大了你不能穿 安吉拉在这里经理呢 看 哎呀 因为巴基斯坦人经理就这样 看 哎呀又跑那边去了 哎哎呀哈 巴基斯坦军人经理 还有警察经理都是这样子 所以安吉拉就这样经理 这个锅是我们今天去超市买的 啊 这个是盖子 买了一个锅 还有我丈母娘 现在在吃的这个花生 这个花生还是比较好吃的 安吉拉睡着了 看 奶香味的 味道非常不错 也是那个超市买的 买到五块钱呢 不知道我丈母娘吃不吃 然后我丈母娘说她想吃这个花生了 就买了一点 因为不知道符不符合她的口味 就买了五块钱呢 如果她要是吃到时候再给她买 菜那都被 也是过的 东股巴斯 也不是通股巴斯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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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有个家庭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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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她去不去 呃 呃 你劝劝妈妈吧 让妈妈 去明天医院检查一下 来一趟中国也不容易 好 明天 带我丈母娘去医院 给她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好好的检查一下 看具体是啥情况 也不知道我丈母娘 在那里的时候都说 咯不痛 然后 在那边她也去医院检查过 然后医生给她开点药 还是 不出根 我丈母娘既然来一趟中国了 因为咱们中国的医疗条件 毕竟好一点嘛 啊给她检查一下看看 具体啥原因 检查清楚 其实跟我丈母娘说了很多次了 我老婆也说了很多次了 让她去好好检查一下 她就是不去 不去那也没办法 因为这两天我和我老婆一直跟她说 因为我们怕啥 就怕到时候 她回到他们那边了 咱这两个是勾搏痛的 你到时候对不对 她说她勾搏痛啊 这里不舒服了 那里不舒服了 到时候再麻烦搞到我老婆在想回去看一看 所以说在这边给她好好地检查一下 好了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阿阳